剛剛財務局長是在7點49分的時候 送到我們醫院 到醫院的時候意識不清 我們緊急做了電腦斷層之後 有手術的需求 隨後就隨即做完相關檢查以後 就送入排導房來做手術 在吃飯的時候他坐到旁邊 突然就倒下來了 當然我們是醫生 第一瞬間就發現 反正我第一瞬間我就知道阿斯中鴻 反正就連絡救護車就送來 所以時間上是沒有延遲 沒有什麼延遲 就算我是他的市長 也不能隨便去講他的病例 所以今天是這樣 我想等他太太來了以後 然後明天看一個晚上手術或觀察一個晚上 明天晚上10點 我再叫他們一條小時 再跟媒體報告 好 柯文哲晚間也到醫院來關心蔡炳坤的最新狀況 不過柯文哲表示 基於病人的隱私權 將等手術之後觀察一晚 要看蔡炳坤妻子的意願 由醫療小組來對外報告 而晚間這場餐序 是因為台中市議會北上考察 由於蔡炳坤以前是台中市的副市長 所以特別想盡地主質疑 沒想到還沒吃飯就突然倒下來 柯文哲說第一時間就已經聯絡救護車送醫 時間上沒有延遲 被徵召選台北市長 陳時中立刻選舉行程滿檔 安倍晉三的追到會上 陳時中想寫個心存感謝的卡片 沒想到當場求報 仔細一看 心存感謝的存 陳時中似乎寫成了副 他不好意思圖改 也不能把錯字給當場吃掉 他一邊碎碎唸 一邊跟人偷偷請教 超尷尬卡關 讓莊仁祥趕緊湊錢看 以為部長已經睡著 最後乾脆換了張卡片全部重寫 但這一幕讓不少人看到呆掉 你連致哀文都會寫錯字 那就不要提你有沒有任何的治理能力 網友看了酸爆 這就是蔡英文寫藻礁永存的存字 你還不會寫 就連學生都不相信 要選市長的會連存字都卡到爆 這個字是不是基本上不用經過思考 沒有沒有 是什麼時候教哪個 國小 愛罵大陸的蘇貞昌更被發現 給安倍的卡片上台灣的彎字 隔魁竟然拼命寫簡體字被抓包 每天在那邊罵中共同路人 結果自己寫簡體字 怎麼樣 蘇貞昌 你有沒有搞清楚 台灣的彎怎麼寫 不會寫 不會寫繁體字 蘇貞昌在卡片開頭寫禁調 但國文老師認為 隔魁的中文程度沒太好 對方是男性 有些長官長輩 則會建議使用禁道 一場安倍追悼會 大官們的國文程度 實在不怎麼高 記者余盛行林佩吉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還記得這畫面嗎 過往民政為了搶買防疫保單 馬路上大排長龍 如今卻傳出有保險經紀人 炸領防疫險確診理賠金 還相約三五好友一同炸領 這張通知書乍看之下沒什麼異狀 是良性男子自行偽造的隔離通知書 去年五月她透過仿冒文件 向兩家保險公司 申請共十二萬元的理賠金 接著再幫蔡信友人 同樣榨領十二萬 以及中信女同事 則申請十萬元理賠金 女同事還幫三名親戚 各榨領十萬塊 統統加起來共六十四萬 去年可能是用紙本 會需要蓋官房這個東西 或許有這些東西 這個問題 那今年都不可能有了 其他的保險業務員聽了 也感到難以置信 良性嫌犯盡 利用職務之便 守之保險理賠程序 詐騙保險公司 認為被告等人均以還起訴為適當 還起訴期間均為一年 被告等應分別向公庫支付二十萬 十萬以及六萬元不等之金 地檢書指出良性男子犯案時 已經不在保險公司上班 但民眾爭相投保的保單 幾萬塊的理賠金 原先是想讓確診者有保障 卻成為有幸人士的下手目標 記者陳勝偉聯員兵王百英 彰化資訪報導 屋內冒出橘紅色火光 濃濃黑煙不斷從四樓公園內窜出 嚇得附近住戶趕緊往外逃窜 這起火警發生在十一號晚間六點多 基隆市七堵區崇里街一百二十九項的移動公寓 屋主邱先生表示原本在房間內休息 突然聽到廚房傳出爆炸聲響 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人員緊急到廠鋪水線灌咎 火屍在半小時後撲滅 屋內燃燒面積約二十坪 索性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不過詳細的起火原因還有待火雕科調查 記者朱丁榮 基隆採訪報導